我们人要经常懂得说对不起 我们在老婆跟老公吵架 你说呀,是不是你错的 你就说一句话,我就算了 你说呀,是不是你错 可能我也不知道 他永远不肯说自己错的 其实在西方国家,I'm sorry 很简单的,中国人就是不肯说 所以我教你们,如果你们开不出口 在没有人的地方拼命的练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老婆,对不起老婆 等到老婆跟你一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冲着她,对不起老婆 讲完了就没了,对不对呀 人有时候就是爱一个面子 这个面子害死人呐 大家想一想,我们出生的时候 你是谁都不知道,你带来了什么 你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啊,名字都没有啊 你连你爸爸妈妈是谁都没有 你有什么面子的啊 所以要面子的人是最傻的人 你跟老婆说一句话说对不起 老婆给你忙一天呐 你对老婆说一句我爱你 老婆帮你忙一世啊 所以做人要口吐莲花 嘴巴讲出来要像莲花一样 要语言不诗,让别人开心 你才能开心呀 很多人就不肯讲别人好 那你自己难过不难过呀 所以夫妻相处之道 经常说好话 经常说好事 一辈子活着 要多说一点 让人感动的话 要多做一点 让人感动的事 你就是人间菩萨啊